郭台銘的論述 仔細分析下來讓人毛骨悚然 那侯友宜呢 侯友宜這兩天 被一名年輕的新科議員給問倒了 七個問題有關台海完全答不出來 最後只能說你說你說 馬來正好 因為後來侯友宜又有說 中華民國是杯子 然後台灣是水 覆巢之下五彎卵 這馬上讓人家聯想到 韓國瑜當年不是一講 大海跟漱口杯 所以這是有異曲同工嗎 這個是韓國瑜的升級版 還是降級版 我覺得我真的要講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兩個台面上候選 一個是郭台銘 一個是侯友宜 這兩個人都嫌自己民調不夠低 就一直想要更低一點 更低一點 盡可能我們來講錯話 來比誰民調低 這兩個人我覺得正是在比賽失言 比賽扣分 郭台銘講這種話是不是扣分 當然是扣分 這完全無庸置疑的 而且郭台銘講這種話 讓我覺得 就是我心裡毛骨悚然的部分是什麼 是這不是失言 這是他第二次講類似的話 有武器 沒有武器 人家就不會來打你 武器太多是挑釁 當選後 共機就不會要來 台灣是科技黨 不要彈藥 講第二次了 如果連四年前算起來的話 那就要第三次 對不對 就變成說他就是覺得說 我不給我武器啊 台灣要解除武裝啊 台灣有武裝的時候是挑釁啊 有武器有彈藥太危險了 對不對 這是他真心認為的 這才是我覺得可怕的地方 因為上次在新書廠 其實講過類似的 已經被批評過了 被批評過後 到了彰化場 還是繼續講 繼續講 就是他的既定方針嘛 那就是可怕 他的既定方針是完全 跟大多數人的概念是背離的 你沒有武器誰跟你談吧 你沒有實力談什麼嘛 黑道打架 談不起來就要槍擺桌上嘛 對不對 你落狼嘛 背後落狼才能談吧 電影都看過嘛 這件事可怕的是什麼 可怕的事情是 這種論述 我覺得連藍營都會怕 等一下可以考慮一下 藍營的觀點是不是這樣 藍營政治方面也不敢講說 我要卸除武裝 卸假歸鐵 這是一個 那侯友宜咧 侯友宜昨天有被民眾黨的 新科議員陳時軒問到之後 我跟你講我有問過在場議員 還有記者 明顯動怒 他就被搞了嘛 他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完蛋了 隔天一定被笑歪 他不是臉上還笑笑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後面 就是這一幕的時候 他當你搞啊 你搞啊 可是後面整個侯友宜就是氣起來 所以侯友宜是生氣的 他知道被搞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 他對於侯友宜來說 很糗的原因就是 依法三公報六相保證 連依法都講不出來 這比你知道還爛 這樣幾回名嘴 對不對 所以這侯友宜 中國是這樣子嘛 好啦那後來講啦 中華民國是杯子啦 台灣是水啦 對對對 一個是杯子 一個是水 被講說這個 這個超韓國瑜啦 我這樣講好了啦 我坦白講 其實他不是超韓國瑜 他超黃年啦 黃年是個非常大的前輩 他的概念 我要先講喔 侯友宜不要隨便抓個金句 決來就OK喔 你要為這個金句背後的論述背書 他要講啊 記者有問他啊 中華民國是杯子 台灣是水 杯破水不在 我可以理解 因為中華民國跟台灣 是覆巢之下無完卵的概念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中國不買單嘛 誰跟你什麼民主中國 誰跟你社會主義中國 只有一個中國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所以說你侯友宜真的搞得懂 你在講什麼嗎 你真的知道你在幹嘛嗎 還是你的幕僚隨便給你一個杯子跟水 你就出來講 也就是說來龍去賣 他是不知道 那重點是這個論述出來之後 那台灣要怎麼做嘛 對啊 對不對 你要當總統的人 你要怎麼說服中國嘛 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在一個大中國屋頂下 我們是民主中國 你們是社會主義中國 根本不可能嘛 再講是中國現在的概念 華獨也是獨嘛 對不對 支持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就是獨 我就打你嘛 所以我覺得整個來看啊 我這樣看 郭台銘跟侯友宜坦白講 看來看來還是朱立倫撐頭嘛 朱立倫 撐頭啊 波頓來台灣找誰 朱立倫不會犯這種錯誤 找國安局局長跟找朱立倫 對不對 然後現在那個夏立言副主席去哪裡 去美國華盛頓 看來看去我覺得坦白講還是朱立倫 所以你覺得侯友宜可能會繼續出糗嗎 一定會啦 他選總統的準備時間這麼久了竟然毫無準備 我講過郭台銘兩次受返會犯錯一次 侯友宜兩次受訪會出糗一次嘛 所以說我覺得最後這兩邊比低嘛 搞不好最後這次主題人數嘛 所以因為接下來的 這是新北市的總質詢嘛 那這個侯友宜來講 照理說應該是一個可以表現的機會 表現的舞台 那現在看起來呢 他覺得是被擺一道嗎 那問題是他後面 還有沒有表現的機會呢 還是會成為韓國瑜的被嘲笑的2.0版呢 侯友宜怎麼看 我剛剛看到了這一個侯友宜的回覆 因為議員問他的是國政問題嘛 他不是市政問題 他如果市政問題 他還有像韓國瑜的方式 可以用轉接總機轉接的方式 結果他不是用轉接總機的方式 他是直接回播 你講你講你講 那基本上這種在議事規則上 他就是反質詢 犯了反質詢的議事規則 而且連說的七次之多 照說在前一段時間 在4月27號開始到 這個5月10號這段時間 是主要是藍營的議員 質詢的時間 這裡頭如果說他跟藍營議員之間 要有一個溝通的話 其實是可以按地裡頭套招的 可是呢為什麼 出了問題就出在哪裡 出來他這一次的臨時 他這個定期會 把他當成臨時會再開 一來考驗了議員準備的 這個題材的能耐 二來也考驗了侯友宜 備詢的一個能耐 所以當議員要問你的時候 這時候怎麼會問市政呢 這時候不會問市政 這是一定問國政 因為你要參選總統的人嘛 那我現在看出來是 侯友宜最大的麻煩是 後面5月5號到5月12號 這七天全部是民進黨 28議員輪番上陣的開始 那當然是更不客氣啊 更不客氣 那侯友宜本來透過蔣跟黃 想要把這個新北市議會 從6月5號的這個定期會 當成臨時會再搞 有特定議題 因為他要選總統 他要優先落跑的情況底下 在4月27號就開始被群 這種情況底下 我跟你講這個等於是 要清理戰場 反而製造另一個戰場 他製造另一個戰場的情況底下 郭台銘他在外面 他雖然講錯話 但是他也積極地去拔樁喔 他跑去謝典禮那邊 為什麼 因為他姐姐謝一鳳支持侯友宜啊 對啊 但是呢他去挖他弟弟啊 挖他議長啊 對啊 然後他去中部之外 還跟之前還跟十八 十三個這個立法委員吃飯啊 再再再展現他在國民黨里內的人氣嘛 那在侯友宜卻一直困在他新北市議會當中 而沒有辦法跳脫 而每天呢都被修理 或是甚至被修辱 被嘲笑的情況底下 侯友宜的民調只會有可能會節節下降 而不會節節上升嘛 對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侯友宜 他基本上談不出任何一個 能夠超越那個郭台銘的一個論述出來 他之前每次呢 講到什麼東西呢 都是用一種代名詞 關鍵詞 來喊一個口號就截止了 其實從來沒有一個完整的論述 沒有完整論述 可是你如果真正薄熄起來 兩個人還是有大同小異之處 郭台銘在講的所謂的不武 不獨 但是呢 他缺乏了一個不同 他缺乏了一個不同 他缺乏了一個不同的情況底下 就沒有一個完整的維持現狀論 他沒有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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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是沒有講不同 他是還要講說他要談哦 他是不獨不武要談 對 談什麼 要談什麼 對 那他三番兩次告訴全國民眾說 你只要選擇我當總統 共機就不會來 那意思是什麼 信我者得永生 共機不會來 台灣直接變中國的了 還有一種方式 還有一種方式 唱國歌揮國旗 共機就不會來 這個什麼 是義和團 而且這類似神棍式的說法 這個很像是念符咒 PTA符咒 念咒語 他們就不會來 這個選總統人講成這樣子 你想怎麼可以說服人呢 對 對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